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道图书馆场景的真题中呢 涉及到了很多相关的图书馆场景的词汇 那么这边呢老师就再给大家补充一些相关的核心词汇 首先呢我们看到啊有这么一些作业的形式 assignment 需要大家了解一下啊 熟记一下 第二 大家看到这边啊涉及到了很多 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paper它的啊 当然有各种不同的paper 比方说第一个essay essay呢指的就是我们平常写的这些小论文啊 篇幅比较短的叫做essay paper啊 paper是我们啊经常会写的普通的一些论文paper 那么report啊 report有的时候 这个professor给你的一个assignment 可能是让你回去写一份报告啊 这也是一种作业形式叫做report report writing 好 dissertation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啊 这个表示要学位论文啊 dissertation也是一个雅思听力当中的高频词汇 最后呢还有一个叫做presentation 那么相信这一个词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 我们经常会可能会在课上啊 需要做一个这么样一个有PPT的这个展示 对吧叫做presentation 好再来看一下图书馆场景相关的一些核心词汇 首先图书馆那么图书管理员叫做librarian 注意一下读音librarian ok藏书量啊这个词volume啊 volume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音量的意思 那么在图书馆场景当中呢 它表示的是藏书量啊volume 下面一个这个词也需要各位熟记一下 叫做catalog catalog 那么catalog这个词啊 大家注意一下可以省略后面的ue啊 两种拼写都是可以的 也是英识跟美识上的区别而已 catalog这个词表示的是图书馆书的一个种类 书的种类或者叫目录 那么这边同时涉及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词根 待会我们会看到一个是cata 一个是log 好 接下来还有这么一些词 那么图书馆同样涉及到预定的问题 这个词再次巩固一下叫做reservation 好index 索引 索引在一本书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词index 刚刚涉及到一个叫做back issue 那么跟它相对的current issue 当然这边注意一下issue这个词 它也有两个发音 一个是issue 一个是issue 都是可以的 一个是当前期刊 一个是过期期刊 最后一个词同样是一个高频词汇 需要各位积累一下 encyclopedia encyclopedia表示的是百科全书 同时涉及到一个重要的词根 pad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cat和log这两个词根 那么cat的这个词根看一下 它表示的是向下的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刚刚这个catalog怎么样来去记这个单词 cat表示向下log 我们马上会看到它表示的是说 其实这个词根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我们经常会说到dialogue dialogue 它表示的是两个人面对面的这个谈话 所以是对话 在下面要说的话就是我们俗称的目录嘛 好 再补充一个词汇给大家叫做cataract 那么cata往下的rect 往下冲 向下冲的 所以它是瀑布的意思 大瀑布的意思 cataract 简单来看一下log这个词根 那么我在第一讲啊 给大家讲这个section 2的时候 我说section 2往往考察的是一个叫做monologue 就是这个词 mono表示的是单独的 独自的 独一的 那么log表示的是话 要说的话 一个人说的话 所以是独白 dialogue 两个人相对的说的话 所以是对话 比方说我们再来看一下apology 这个词同样可以引申一下它 当然这个词大家很熟悉的 道歉 好 那么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encyclopedia当中 涉及到的这一个词根 叫做pedped 那么这个词根呢 它有两个意思 首先看一下它的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指的是足啊 脚 OK 我们看一下一些具体的例子 比方说第一个词叫做pedal pedal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al看成一个adjective 它的一个后缀啊 因此就是啊 脚的啊 关于脚的 和脚有关的 同一同时呢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名词 就是我们自行车的那个脚灯啊 可以做 可以叫做pedal 好 再来看一下下面几个单词很有意思 第一个叫做biped 那么大家知道bi 往往表示的是两个对吧 好 那么biped表示的是啊 两族动物 再看一下这个词叫做coduped coduped 那么这边可以积累一下这个codu 这一个词根啊 它表示的是四 我们之前说这个double triple 其实如果四倍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词根叫做coduple 所以说它表示的是四这个意思 那么四族动物 再看一下 centipede这个词啊 也非常有意思 senti跟centry联系起来 它表示的是百这个概念 对吧 那么有一百只脚的因词是哦 武功啊 很有意思的一个词 再来看一下啊 一个动词叫做imped 啊 imped 什么 入内了 插足了啊 叫做阻碍 好 那么它的一些派生词 impediment 是它的一个名词形式 impedimental 是它的形容词形式 另外呢 这个单词也是作为一个高频词会补充过给大家的 叫做pedestrian 它表示的是行人 你看这一系列都是跟ped 这个词根密切相关的一些词 那么ped的另外一个意思啊 另外一个意思是儿童啊 它还可以表示儿童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词叫做pedagogy pedagogy这个词呢 它的意思是教学学 教学法啊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理解呢 ped表示的是儿童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引导 然后y呢 是一个名词的后缀 因此说引导儿童的这样子的一个学科啊 所以是教育学 好 再来看一下 encyclopedia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psych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cycle 表示的是圆圈 也就是说是一个很完整的 涵盖很多方面知识的啊 给儿童看的这些东西 所以呢 是百科全书的意思 OK 那么这就是这一讲啊 图书馆场景 要和各位分享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及时的做好巩固复习 未经许可不得到 感谢观看